第六十九章 伊丽莎白时代 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故事 伊丽莎白活了很久 而且在位时间很长 但这不是故事的重点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她在世的时候 这一时期被称作伊丽莎白时代 有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年轻人 名叫雷丽 在一个下雨天 已经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 正要穿过一条冥冥不堪的街道 雷丽看到后 为了不让伊丽莎白的鞋子沾上泥水 她赶紧跑过去 把自己漂亮的天鹅绒斗篷脱下来 铺在伊丽莎白面前 好让她踩着斗篷穿过街道 这样贴心的绅士行为 让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高兴 雷丽因此获封为骑士 被称为沃尔特雷丽爵士 并且成为伊丽莎白很要好的朋友 沃尔特雷丽爵士对美洲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约在一百年前 到达美洲的航海家卡伯特 声称英国拥有美洲的大部分土地 但英国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雷丽觉得不应该对这些土地置之不理 应该让英国人定居在那里 这样一来 其他国家 比如已经在美洲拥有很多殖民地的西班牙 就不能打这些土地的主意了 于是 雷丽将一些英国人组织起来 分成几批 送到了罗诺克岛 这个小岛位于现在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附近 不过 那个时候 整个美国东海岸 往北一直到加拿大 几乎都被称为弗吉尼亚 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童真女王伊丽莎白 因为弗吉尼亚的意思就是处女之地 一些英国殖民者受不了罗诺克岛上的艰苦生活 就离开了那里 回到英国 留下来的那些人 后来全部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们猜想 他们也许是被杀害了 也许是饿死了 不管怎样 我们无从得知真相 因为他们一个也没留下来 第一个在美洲出生的英国人 就诞生在这些罗诺克岛殖民者中 她是一个名叫弗吉尼亚戴尔的女孩 当时 很多女孩名字都叫弗吉尼亚 因为他们的父母很崇拜伊丽莎白女王 那些离开罗诺克的殖民者 回国时从弗吉尼亚带了些烟草回去 沃尔特雷利爵士也学会了吸烟 但那时候 许多英国人并不认识烟草 有一天 雷利正在抽烟 一名仆人看到有烟从主人的嘴里冒了出来 以为他着火了 赶紧拎来一桶水 直接从他头上浇了下去 今天的弗吉尼亚依然因盛产烟草而闻名 一开始 人们认为烟草有利于健康 因为释烟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身体 似乎都非常好 后来 英国下一任国王詹姆士继位 他对烟草深恶痛绝 为了禁止人们吸烟 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现在我们知道 詹姆士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人因吸烟而患上了绝症 伊丽莎白女王死后 人们指控雷利参与了反对 詹姆士国王继任的活动 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被关押在征服者威廉建造的古城堡 《伦敦塔利》 一关就是十三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他靠写书来消磨光阴 并且写出了一本《世界历史》 最后 雷利和大多数伟大人物的命运一样 被处死了 伊丽莎白在位期间 英国诞生了一位著名的剧作家 莎士比亚 他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莎士比亚的父亲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莎士比亚自己也只上过六年学 童年时期的莎士比亚非常调皮 在斯特拉特弗生活时 曾经因进入托马斯 卢西爵士的森林猎取鹿和兔子 被抓了起来 莎士比亚成年之前 就娶了一个比他年长的妻子 名叫安妮哈瑟维 结婚几年之后 他离开了妻子以及三个孩子 离开了斯特拉特弗小镇 来到大城市伦敦 寻找发展的机会 他在伦敦一家剧院旁边 找到一份工作 就是替那些来剧院看戏的人 照料马匹 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成为剧院的一名演员 但他并没有表现得非常优秀 那时的剧院是没有舞台布景的 人们用取牌子的方式来说明 接下来需要更换背景 以及更换什么背景 比如又写着 这是森林的牌子 来表示 接下来表演的是森林里的场景 又写着 这是宾馆的一个房间的牌子 来表示 接下来要换成房间的场景了 那时候没有女演员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都由男性来扮演 后来 莎士比亚开始从事修改剧本的工作 把别人写好的剧本改得更加吸引人 他喜欢这份工作 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后来他干脆开始自己写剧本 他一般只是将古老的故事改编成戏剧 但他创作的这些戏剧实在太精彩 太感人了 可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莎士比亚靠创作剧本赚了很多钱 然后他离开伦敦 回到了他出生的斯特拉特福小镇 直到逝世 他死后 被葬在一个乡村教堂里 人们本来想把他的遗体 转移到伦敦的一个 又大又体面的著名教堂里 但不知道是谁 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首诗 可能是莎士比亚本人写的 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写的是 千我尸骨者将受到亡灵诅咒 所以啊 他的尸骨至今仍留在原地 因为没有人敢去动荡